Lambert 剛認識二十多年前 其實印象是不深的 只知道當時很多傳媒叫做年青巧王 青年才俊那類型的字眼 但印象裏面 Lambert 都是一個很聰明 很推薦 風趣的老闆 是2009年很有趣 是我們教會請了Lambert來做信仰的分享 回到信仰後 我反而跟Lambert Lambert 認不認得我 Ricky 以前是Sales那邊 由於2009年的年初 才會有關聯繫 有一次我們研究後 有些側面職 後來跟Annie 當時TSL的CEO 跟Rachel 當時是HR的Head 談到的時候 當時Annie和我訓練過 她說很想找一位年青年 所以希望幫公司 重新打造個TSL的等牌 當時我立即提醒她 Lambert是對的 她應該離開了DBS之後 做一些福音工作 做一些四維唱詩 當時她還很年輕 她應該是合適 加上她是一個Gircle 我想跟公司的文化 公司的信念都會接近 所以當時我很大膽 引戰Annie 我認識Lambert 她是轎王 她應該做品牌 是十分優秀 可以找她聊天 試一下 當認識朋友也好 孟慧引戰她 有個同事跟我說 我認識一個聰明人 有沒有興趣見一下 聰明人當然有興趣見 於是約Lambert出來見面 當時公司也有一段時間 在市務推廣方面 都放下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其實都需要在各方面 去補充聲音 所以當時和Lambert見面 去探索一下 看看會不會 這個COO 我會不會是用一個 用Sales & Marketing 角度去導致COO 那方面的工作 所以當時就是這樣 開始跟Lambert有個接觸 我一路祈禱 其實就是整個process 並非單止我自己去決定 還有是Involve my son 因為其實 這類型的同事 我們真的很久沒有請 很久沒有請一些 比較高級的同事 對我自己來說 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因為我也是 實施了Chairman的 position 都是從2008年 但我想在個process當中 一路神在引證著 有聲音跟我說 你試試這個人 過程當中 由Lambert很沒有興趣 慢慢開始叫做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他很 committed 除了是因為真的要找一份工作之外 其實他也是有一個 mission 在一間公司 最珍貴最珍貴的 其實就是他那份的心意 以及他對公司那份的熱誠 除了就是 所做的 campaign 有些什麼廣告 出了街 當然我想過去來說 那方面都是很多很 interesting 他真是竅王 他真是幫我想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如何去各方面不同的推廣 即是想到去微雕 都想到的 譬如上海做一個推廣 找郭富城 楊彩利 我想很多這些不同的手法 不同的做法 單靠我自己 我真是未必想得到 但是我只是給了一個方向Lambert 但是他跟他的 team 就一起去做一些很 fun 很 interesting 的做法去幫我們推廣 最大的 contribution 他的思維各方面 都是在想很多很創新 很 interesting 的想法去幫公司做事